前立委朱新宇 他被发现沉湿在一间汽车旅馆里面 身旁还有没有喝完的高粱酒 跟一包不明药丸 初步研判是死于心肌梗塞 助理向警方透露 朱新宇最近心情不好 他从13号这天开始就住进汽车旅馆了 警方调阅监视器也发现 朱新宇其实昨天晚上9点多回到旅馆 他走路的时候已经有点摇摇晃晃不稳了 后来10点多走到柜台 更是差一点撞到铁门 明显有喝醉 那么这也是朱新宇留下的最后身影 监视器画面中17号晚间9点半 一名男子走进汽车旅馆柜台 他就是前立委朱新宇 当时回到旅馆走到房间时 已经明显脚步不稳 10点多走出房门要到柜台 更是摇摇晃晃 有点多回来 他现在脚步摇晃 走路左右摇晃 差点撞到左边铁门 很明显是喝得醉醺醺 这也是朱新宇留下的最后身影 因为18号上午8点 助理发现他已经沉湿在房间里头 该死者是前立委朱新宇 有那个饮酒的情形 那饮酒在泡澡的时候 可能是那个猝死的 警方进入房间后 发现浴缸旁 有一瓶没喝完的高粱酒 跟没吃完的乌鱼籽 还有零食 但床头柜还放了一包不明药丸 初步研判是喝酒泡热水澡 死于心肌梗塞 他大概是从2月13号入住到今天 了解朱委员今日心情不好 所以想在外面 住在外面透透气 根据助理透露 朱新宇最近心情郁闷 13号开始就住进这家汽车旅馆 每天出入由庄新助理接送 从画面上看到 17号上午朱新宇出门时 脚步稳健精神异议 可能是在外面已经喝酒 回到旅馆又继续喝 才会导致猝死意外 确切死因将由检井相验后 才能确定 中文字幕林正彦 SNG小组高层报道